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高興回到這個名校 我在12年代離開吧 大概回國02年到 在東海大街10年的時間 然後這次很高興 明天老師有幫忙涵的上一個演講 然後有機會回到我們校來分享 也許算是這10年 但陸續當中有一些不一樣的方向 但是很高興有一個機會來這邊分享 最新的研究這個內容 那這樣的研究內容 今天一兩天的主題是仿生維生器 那這個是我在去年年底 12月底的時候出版的一本書 它有關係的 人造生命的 透過它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晶片 然後就會把它Sensor這樣一個安排之後 讓一個所謂的裝置能夠像人造生命一樣 欸?我們燈可以洗 因為前面可以放在那裡 謝謝 謝謝 那 原造生命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原造生命未來在跟建築的關係 現在全世界都陸陸續續 每個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領域都有在做不同的研究 那就是在這個草野底下 那做一個小小研究 這次是機會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一個講演 大概今天講演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這個仿生維生器 它整個設計的一個想法的思想的脈絡 我大概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那第二部分是我在各個學校 從04、05年開始做仿生以來 在各個不同學校做不同的教學實驗 那第三個就focus在這個書的主要內容 這個仿生維生器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一部分 有關於這個仿生維生器整個思常脈絡的一個點介 那第一個觀點的話是說 生命世界是一個動態 而且持續不斷在改變 這是在41年前 我們所生存的一個地球的樣貌 那時候是有一些爆炸啊 有什麼樣啊 或者是一些不一樣的氣體啊 氫氣啊 這樣的不一樣的氣體 那這是現在我們所居住的一個地球 它有水的循環 有碳的循環 然後有大氣層 然後讓我們適合我們居住的一個環境 這跟41年前是接著不同 那這次在兩億多年前 那時候地球的一個霸權 是恐龍的一個時代 然後那時候雖然也有普通 但是普通其實是在恐龍之下 然後在恐龍這樣的霸權 大概維持了一億六千萬年 這樣的一個時據 然後在一億六千萬年前的 末端的時候呢 有這個雨池撞擊 那這是一種恐龍滅亡的一種學說 文夫寫這樣子 運用這個學說 它就雨池撞擊地球 然後覆蓋了整個大氣層 所以這個地球的溫度下降 這是一種學說 但是最近我看報導 他說雨池撞擊之後造成一種酸雨 因為氣溫的下降沒辦法解釋 為什麼海底下的生物沒有 類似恐龍這樣的生物沒有被滅亡 所以他現在有種學說是有酸雨 所以酸雨會到海洋裡面 所以整個海洋裡面那種恐龍的生態 也會造成滅絕 但不管他學說正確到底是哪一種 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曾經一度是恐龍所霸權的一個地球的生存環境 然後改變了 然後這個是79萬年前 那時候的原始然還是用專木取火 第一次能夠比較自由的運用火 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我們的手機裡面 會有一些AB的小遊戲 它可以製造一些火焰 所以使用的工具文化其實都陸陸續續在地球的環境在改變 造成我們使用的東西也會改變 然後在畫面的右手邊 這個是一個天然的地景 那天然地景也許我們在去國家公園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這個說明 說這個地景是因為水的侵蝕或者是風的侵蝕 造成這個地的一個詭異的一些變化 特殊的造型 那我們很熟悉這樣的一個地理環境 然後我們會在地理環境在女王宮前面拍照 但是我們對於地理環境這樣多變 會不會反映在我們對於我們自己身體的一種 它多變的一種觀念的 或者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屬的空間這樣的一個對象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空間 它的多變性到底多變性軸向在哪裡呢 這其實好像有一個落差 我們好像習慣某種空間的樣子 然後可能跟我們去接受地景會多變 這些觀念可能會有落差 然後在19世紀的時候 達爾文出了這個書叫《物種結》 然後在1859年 然後他其實出的這本書 主要是在訴說物種之間會有轉變 在那時候其實是對於宗教界而言 或者對於科學界而言都是嘩然的 說怎麼會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神是創造這個萬物的 然後這個其實沒有太多的科學根據 其實那時候的科學家 其他的權威也不見得會相信達爾文說的事情 那達爾文也不太敢把他想的這種事情公布出來 他也拖了好久 可能拖了一、二十年才出版這本書 然後他都是跟他的比較親密的朋友做書信的往來 然後訴說他可能想的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物種這邊會有轉變 所以物性天者 我們這個高中或者是念生物課本之後 我們也許都會補到物性天者 是很討論的 那其實達爾文會有這樣的學說 也不是好像這個突然就是蘋果砸到就想到 他其實陸陸續續他的一些生活經驗 或者是所探索的一些知識 慢慢會有給他一些這些想法的引導 比如說在那時候其實航海技術是誇達的 所以各個西方的霸權都會利用航海去做探險 然後去蒐集一些珍奇的益獸啊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也會做一些考古 然後挖掘一些古牌 然後就有一件事情是說 有些考古學家挖掘一些古頭 就有時候不太能夠指認這個古頭到底這個畫質或這個古頭 到底跟現在我們熟知的生物 不太能夠補對 就挖出一個有特別長度的牙齒啊 這個不知道是哪一種生物 就有一種疑惑 那這個怎麼對照呢 它是一個疑惑 另外就是達爾文他在搭乘這個小獵犬 做這個世界這個探險的時候呢 他有到一些有時候會到一些群島 然後這群島如果我先估棄生物ABCD 這個ABCD的群島 相鄰的一些小的島嶼 然後他會發覺在這個不同的島嶼上面 有不一樣的這些鳥類 比如說在手手邊這個分區的這個圖形裡面 從左上角開始ABCD的話 你會發覺這個A跟B之間好像有點相似 然後右上角跟左下角有一點相似 然後C跟D又有一點相似 但是你會發覺A跟D其實差異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群島這樣子的羅列排列之後 上面的鳥類相連的島都有點相似性 可是一旦隔遠那個前端跟末端的鳥 就長了就差異性蠻大的 他也覺得這個事情蠻奇怪的 他當然可以說這是不同種類的鳥 但是他慢慢會發覺可能是紅種鳥這樣的想法 然後達爾文他雖然有這些經驗 有這些生活上的不同的訊息 但是前面的研究也會對他造成一些影響 這是萊爾在地質學原理這本書裡面 他主要是要看到地殼會有一些變動 然後地殼的變動就是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其實是有 地殼是會有上上下的起伏 在裡面有一張插圖就是 這樣的一個注釋的上端 有一些黑色的綠漬 黑色的綠漬其實證明是這個海底底下 那種停留生物所留下的一些痕跡 所以萊爾就假設說 我們所看到的某一個現在在陸地上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或者是景色曾經一度是在海底底下 至少在水是淹沒過的 所以地殼的變化或者大自然的變動 其實並不是如同當時的觀念一樣是很久的變 所以這個對達爾文影響很大 那當然達爾文在小獵犬號的時候 在航行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也會遇到到海底的火山爆發 他就目睹這個火山爆發之後 那個由於突然間小島就冒出來 所以這個地質的這樣的一個變動 地質是會變動這件事情 對他有很大的一個聲韻的影響 另外就是這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那馬爾薩斯裡面這本書就提到說 人類的這種數目的增加 它其實是一種等比的 是等比的數率在增加 但是我們所生產的糧食啊 一些不一樣的這個 只有我們生存下來的這些物質 其實只是正比這樣的數率 這個數率兩個差距不一樣的速度 在一定的時間之後 會導致這種數量的一種 供給面跟需求面的一種失痕 然後這種失痕就會造成這個戰爭啊 疾病啊 災難啊 大概是這樣一個想法 然後再把供給面跟這個需求面 做某種程度的比例 所以會有死亡這件事情 然後再回到剛才提到的 那時候覺得比較奇怪的事情是說 有找到一些虎孩 找不到現在生存的生物對象是誰 所以剛才那個人口的那種 會死亡會消滅這個事情 會跟他的這種經驗會有點連結 再加上這個 剛才提到這個地殼的一個變動 地會變動 那生物的物種會不會變動 然後他發行這個 鳥類的相近的這種連續的這種相似性 做某種程度的連結 當然還有其他影響 或只是舉一些例子 然後這些終於導致了他提出這個 演化論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他說我們說的物種 其實都可以追溯到某一個根源 但某一個根源 我們其實共享某一個共同的主持 那這樣的一個學說 其實剛才提到就是舉世華然 所以他也被人家戲滅了耶諭 說我們人類是從星星變來 所以他的頭像又從星星連結在其他耶諭 那基於剛才那個演化論 其實大家可能都有點了解 其實裡面就有 就可以提到這個生物素 演化素這樣的一個圖形 所以在一些很差異性很大的生物的時候 比如說在這個樹梢的這個生物 跟這個差異性很大的這個生物 他必須要找到非常久遠的共同點 這才是他們共同的祖先 但是一些比較相似的一些物種 他其實只要在比較近的一個前面的一個祖先就可以找到 所以這樣一個生物素的這樣的概念 把我們所有的物種 都可以找到一個相對的一個適當的位置 擺放我們自己在整個世界 整個宇宙發展裡面的一個位置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把剛才的觀念 我借用這個李曉進老師的一個圖形 做一個暫時的一個結論 這是李曉進老師 他是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的 然後後來旅居紐約 本來是做商業的攝影 不過後來他沒有忘記藝術的創作 後來他就還是做一些藝術的創作 然後把這個照片的人像跟一些動物的一些 人像跟那個動物的一個 動物的頭做某種程度的merge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圖 是那個Bemben Burkle 的那個Move那本書裡面 他運用了這個李曉進老師的一個圖像 所以這個李曉進這個創作的作品裡面 從左上角到右下角是十二生效的那個順序 然後他就有造一個創作 然後他就有造一個創作 大家可以燒起來 還是有點像 那個人跟那個動物還是有點 那個馬啊 那個老鼠啊 豬啊 其實他都還是有點像 把它merge 再變成一個人類化 所以我剛才想到這種垂直向的一種變化 那這也是李曉進老師的一個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從這個魚啊 慢慢透過一種 transform 的一個過程 然後變成一個人類化 那麗小金老師好像在去年年底 有回台灣做一個circus 這樣的一個滅滌的災難 尋回的展覽 全世界 剛才強調的是垂直像 就是它會垂直像做物種演變 所以那個演化說它是垂直像的 那除了垂直像之外呢 另外第二個觀點是提到一個水雲的開展 然後這是一個地球的開展的地圖 然後這個地圖裡面其實有這個航線、航班、有季風、有洋流 有一些也許是金融轉帳、股票市場 所以這整個地球裡面 在我們現在所屬的這個環境裡面 除了承襲這個垂直的一個脈絡之外 我們自己會經營這個水平下的那個脈絡 然後這個水平下的脈絡 不管是人工或是自然 交織在一起,一個水平的開展 比如說珊瑚 珊瑚對於它這個生存環境有一個特別的喜好 它必須在20度到28度之間 它必須要求海水的那個清晰度要夠純淨 它不能夠太多汙濁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些一些出海口 比如說亞馬遜的出海口 或者是印度的橫河的出海口 或者是非洲的鋼火和尼日橫的一些出海口 它這邊就會 雖然是這個亞熱帶 但是這個鋼火和尼日橫的出海口 這邊的珊瑚就比較 海水比較濁 所以珊瑚就生存不易 所以珊瑚在挑給它自己的 生存環境的水平開展 也會有些自己的喜好 那這隻是猴鳥 猴鳥在這個冬天的時候 會往南飛到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 度過他們的冬天 然後等到春夏 春天的時候再返回他們比較 比較北緯的 緯度比較高的這樣一個環境裡面 所以整個猴鳥的一個遷徙 也是一種水平的開展 然後這是剛才提到的這個航班 每一個重要的都市 跟不同的都市之間 透過A系航線的連結 然後某些重要的都市 它的航線 航班就比較多 比較密集一點 它的Termin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或者是 Internet使用的密度 可以看到在北美 南美或者非洲 相對使用的Internet密度 就稍微降低許多 或者是每一個網站 連結到其他網站的密集度 它其實整個世界的網路地圖裡面 就會標出某一個層次的網站 其實密度比較大 連結性比較大 這都是一些水平的開展 所以剛才舉了幾個不同的例子 不管是紅鳥或是珊瑚 或者是Internet 或者是航線 這些人工的 或者是自然的水平開展 其實就交濕成一個 我們現在所生存的一個生存環境 它其實是高路的一個交織在一起 而且是複雜的 然後這個複雜的一個 Supremega 這個Internet 或者一個Network 然後它其實有時候就會糾結 就會產生一些障礙 比如說我們遇到這個臭氧層的一些 破洞 然後這個臭氧層的破洞 其實就是我們使用草木器 或者使用冷煤 然後也許處理不到 導致臭氧層被破壞 然後臭氧層被破壞 整個紫外線 進入到地球的那個量就不一樣 失去了平衡 或者是大家所熟知的 溫室效應的碳食用 石化工業 石油的使用 然後使著我們這個地球的溫度 感覺當然這個溫室效應 跟這個 整個都市的開發有關 所以整個森林的開墾 都市的開發 所以造成整個地球的肺 這個 肺氧化碳循環 就變得比較薄弱 所以肺氧化碳跑出來 太多了 那接下來大概把 剛才一個垂直性的一種 演化的一個 至少是19世紀以來 我們對於演化的一個想法 跟剛才一個水平性 我們現在有很多學術團討 我們現在手續做環境的一種 複雜的一個系統 觀念介紹完 那接下來就稍微提到 陸陸續續研究 仿生裡面所提到的一個設計 一種觀念 當然跟前面有關係 第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我就是要 有時候 有一個理論就是要有一個口號 所以我就刻意的 把它取到這個 樹像演化跟橫向開展 就把剛才那兩個主要的一個想法 把它弄成一個這個 至少是一個實質啊 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容易記 大概就好像之前那個梁朝偉看那個 我忘記這叫什麼電影 王家文那個 他一直有一個口號 就是老下來 什麼 站起來的 之類的 就是 玩一些小花樣的 但是這個其實也蠻重要的 就是 你有一個比較親戚的一個 文化問題 就是思考的一個 人家的模型 會比較容易去發展 然後談到我們一些其他的內容 然後第一個就是 剛才樹像演化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是基因嘛 可是 那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 現在不是啦 但是目前 我知道在這個外國有一個 建武師 他其實他的 他的工作室其實就是一個 類似這個化學實驗室 他其實就是在做一些分子實驗 然後在長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對他來講 他做設計的開始也許可以接近 某一種基因 或者接近某一種這種 化學的這個原料 但是大部分而已 大部分而已 建築的訓練裡面 沒有touch到那一塊 所以 你的建築設計到底從哪邊 做你的所謂的DNA呢 那我的選擇是從一個生物機制開始 所以生物機制變成是我一個 開始介入設計的一個起始點 那這樣的一個生物機制 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比如說在這個畫面的左手邊 是一些蛇的爬行 那蛇的爬行 他在不同的地面的粗糙 不同程度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不同的爬行 可以直線一點 可以曲線一點 他遇到別人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反應 比如說第三種可能是在沙漠裡面 他那個地形會變化 那種沙裂 他發展出一個特殊的一種 本身也是行 但是行走的路徑也是偏斜 就是這個蛇的整個 整個他肌肉構造啊 曲體啊 能夠應應地面的不同的紋理啊 去做不同的爬行動作 他身體的某一種協調 是一種機制 那這個稱為這個蛇的某一種 運作的移動的一個生物機制 那這個機制這兩隻 其實也像畫面右手邊一樣 這是那個Lipsting的一個裝置 那其實就是整個機械的組織裡面 有不同的component 這些不同的component 被組合在一起 有的只是負責運送啊 有的是負責運動器啊 有的負責只是把它送出來 這些不同的東西組合在一起 然後每個人執行自己的不同的小的任務 然後最後整體而言 完成了一個功能 那這是一種機械的組織 那同學如果熟悉Grace Hubbard Grace Hubbard大概也是類似這樣的觀念 把不同的component做出不同的工作 然後最後匯集在一起 然後完成一個任務 所以這是一種所謂的一個 機械的觀念 一個機制的觀念 然後這個是 當你知道要捕捉一個生物機制的時候 你要怎麼把它萃取下來 比如說蛇就在前面動 你知道我要觀察它 我要把它記錄下來 但是問題 蛇這樣手就過去了 我是要拍錄影帶的嗎 還是要拍什麼 還是要手機這樣 還是要拍照 這到底要怎麼把它捕捉下來 我怎麼了解這個生物機制呢 所以要必須有一個開發的一些做法 比如說我承襲我在A導師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就是利用關鍵詞 關鍵詞啊 一個連續的動態過程 你必須透過一個 把ASPREASE 在一個SNAP SHOP 透過這樣的一個 萃取出一些片段式的瞭解 然後在片段式的瞭解 才能夠串連出一個整體的一個脈絡 所以必須有一些片段式的抽取動作 這是至少我覺得觀察工具 可以延續這個方式來 從一個部分去推測一個整體 所以你必須掌握一個部分 所以你掌握的部分你必須萃取 萃取就是必須切割 所以就是透過用切割的方式 SNAP SHOP 然後把它萃取出一些片段 然後去推測一個整體 然後左手邊是個Pinghole Camera 那Pinghole Camera 其實就是某一個時代的西方人 他為了捕捉一個影像 把影像留下來 然後透過挖一個小洞 然後在黑暗裡面 黑暗的小旁邊 看到那個光線反射回來 所呈現的一個小東西 他透過這個方式可以把它留下來 而不再只是用眼睛在看 所以每一個時代 要把某一個東西留下來觀察到 都有太快一些工具 那些特殊的工具 工具不能只是單純靠眼睛 當然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的效益性到底多高 也許大家要有不同程度的開放 然後要記錄工具 你知道生物其實是什麼東西 也知道怎麼把它觀察 只是你要留下來 比如說現在流行的是一種紀錄工具 例如是Grace Hopper或者是Rhyno 或者是不同的學校有Maya 有不同的工具 一種是要把它畫下來 有的作家是用寫的 小書家看到這個都市的生活 他用文字去敘述 他去研究這個敘事的結構 去把一個事情鋪承出來 但是我們做 我們是學習這個視覺設計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把你觀察的東西 把它留下來 你不能只用口頭表述 我們剛剛的品格都要畫圖 所以要練習這個工具的操作 把圖畫出來 另外就是已經到了一個紀錄下來 可是紀錄下來這個東西 跟我們設計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這時候整個生物裡面 它是有什麼變形的功能 所以這時候你怎麼去變形 你已經得到一個紀錄的東西了 在這個Unclothen Forum這本書裡面 Dart C. Thompson有一個章節 它有畫了上面這個圖形 上面這個圖形 比如說左上角是一隻他觀察到的魚 把它畫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格子化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一個摸取的格子化系統 透過這個格子化的這樣的一個扭曲變形 它其實還蠻有效率的能夠把一隻魚 把它twist 變形到另外一個體質的一個魚 你的長相 所以透過一個格子化的系統 然後扭曲它變形它 好像你好像有一種 在造型上面有一種能力 能夠把它轉變成另外一個造型 然後對應到另外一個生物 這是當時Thompson 在他的書裡面有提到的一個手法 然後在畫面下方 它是一種 剛才是一種連續性 可是下面這個就是有點clutch的意味 那clutch的意味 其實這個比如在希臘神話 或者是在某一些傳說裡面 總是有一些怪獸 或者是你看迪士忌裡面的卡通 某一些特殊的造型 或者是這個 之前會變成這個哈利波特 可能裡面有些怪獸 它那個就可能是某一種clutch的觀念 去把一些特色把它都兜在一起 但是這種兜在一起的觀念 就跟上面的變形不太一樣 它不是連續性 它跟剛才提到的演化的某一個物種 會變成另外一個物種的想法 不太一樣 它是把某一種特色把它加在一起 可是這些特色直接加在一起 它們之間會不會斷裂太多 也許是不一樣的做法 我只是把下面的東西提出來 跟上面做一個對照 接下來就 你會遍及 當你掌握一個生物觀察 紀錄下來 然後twist它 然後製造出很多不一樣的情況之後 你要找到一個對應的跟世界對話 比如說 這個某個生物能夠存在下來 它就是跟在世界對話 所以這是一個蠻特別的 重要的一個演化的一個例子 就是鯨魚 鯨魚其實是整個海洋的生物 多過某種演化 到陸地上的生物 演化變成陸地上的生物 但是鯨魚是陸地上生物之後 然後基於某種維蠻蛋 或者是某種需求 它又跑到海裡面去 然後變成海裡面的一個哺乳類動物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整個 系列的一個變形過程 其實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比如說 在原本是鯨魚像頭 像犬這樣的一個生物 它有這個 有直接類似 拉拉犬這樣的一個構造 有尾巴 你會看到 它進入到水中之後 它慢慢的 也許那個太陽後面的那個毛 也許不見 或者是它慢慢的那隻腳 變得比較短 可是腳掌變大 腳掌變大 腳掌變大 也許在水中 它可能在推 在滑水的時候 變得比較有效 可是在陸地的時候 它走路就變得 比較笨拙一點 要要往來 那你可以看到 在下邊 也許另外一張畫這邊 它其實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的下肢 原本是透過一個寬部 然後跟它的脊椎骨 連結在一起 可是到後來 這一個 後肢萎縮 而且跟寬部不見 然後就脫離了 那這些 一系列的這些變化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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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這個DNA 它其實share同樣的DNA 它是個連續的過程 它們 也許是百分之 也許九十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同樣DNA 這個DNA 一度告訴這隻犬 它腿要長這樣的長度 腳長要這麼大 但是演化這麼久之後 同樣DNA的前肢告訴它 鯨魚 它前面要長成這樣 要長成一個棋狀 所以同樣DNA 這樣的一個coding 它其實做了些微的調整之後 那個功能做截然不同的改變 一個是用跑的一個腿 後來變成一個滑水的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雖然是一個大家熟知 但是從這個設計觀點去看的話 如果你能夠對成某一種變形的時候 你的功能會產生不一樣的改變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在讀利這個生物的時候 雖然我以前也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怎麼結合到設計觀念裡面呢 所以就提出一個另外一個口號 就是行造機能 就是說行對於我們而言 到底它是不是那麼有意義 您做每一件事的行 是不是一定是來自於利益 還是說有些行它可能是 本來是沒有意義的 生命本來就是一種玩笑 它是一個偶然性 可是那個機能會在我一個時刻裡面 找到它適當貼切的一個對應的事情 比如說剛才鯨魚的一套 原本是做跑的腳 後來變成是滑水的棋 它的coding其實沒有長太多 而且那個coding本來不知道它要滑水 那未來基因魚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coding也不知道 這個coding都在那 但是做了調整的時候 也許今年會改變 這就是特別提到那個行造機能 這樣一個 我自己在 行造這個機能的口號 其實是我在前幾年在東海 在大師的時候 我大概是有請同學做一些造型改變 然後後來再對應到機能 然後慢慢慢慢我再跟同學 又再再來三步 因為這樣講 有的同學會覺得怪 因為從大一到大三 同學通常會覺得 你這個事情要了解 行要有意義 通常這是對的沒有錯 那現在主義也是強調 方法律方法律 是對的 你設計的行程是對的 沒有錯 現在主義確實告訴我們這樣 但是 但是當二十世紀 轉二十一世紀的這個 整個人類的基因 被全世界解碼之後 然後我們發覺 我們跟豬的DNA 其實百分之九十九是一樣的 那這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的行 我們到底跟豬 距離多遠 那這個行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呢 我覺得這是一種 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來看我們所探討的形態的改變 當然生物就是 生物的演化就是一個玩笑 所以這邊是行造型的 是一種不一樣的思考 不一樣的方式 來看我們面對行 面對空間 面對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關係 然後剛才提到 因為整個世界是糾結在一起 糾結在一起就會有障礙 比如說湊養成的一種 operational field 湊養成到底是怎麼被破壞的呢 如果剛才提到這樣的一個 仿生的這樣一個 維生系的一種發展 設計的一些觀念 透過一些生物機制 然後你能夠twist跟它變形 然後找到一種新的功能 一種垂直向的發展 然後再介入到我們湊養成 或者是其他的都市環境的某一種災難 然後水平的跟它開展 然後跟它對話 然後埋滋在這樣的一個水平的脈絡裡面的時候 也許它是一種我們設計發展的一個solution 這就是大概是整個 維生系設計方法 或者這樣的一個觀念跟觀點 當然這個還是 這個陸續在發展 當然可能還是有一些缺點 也許同學或者其他先進或老師 也許會不一樣的觀念 跟價值也許可以討論 目前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想要回應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那接下來我就陸續介紹 我回國之後 在各個不同的學校做的這個 有關於仿生的教學的實驗 第一個這個是在04-05年 可能在淡江進入市 做的生物的都市的觀察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生物的構築 然後剛開始也會要求同學 去讀這個生物機制 比如說這是一個植物的環境面 然後裡面有一些微管樹 然後植物的一個相當性 我記得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生物就是相當性 背地性 然後就背下來 然後就有填空 植物有相當性 可是當你在研究仿生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一些內容 其實這裡面可能是有些原因的 然後當然我不確定我現在知道的 因為我有一次演講 有一個後來跟我講說 其實不是這樣 那我就把他的講碼納起來 我看的資料是說裡面 圍管樹裡面有些水分啊 然後陽光照射面的水分 一些電影子可能會一些改變 然後造成水量不一樣 然後造成它的彎曲 可是有一次演講 有聽觀眾就示後 我講說其實是那個生長激素 受到陽光照射的改變 所以生長激素不一樣 所以會偏 我想這個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生物學教 我也沒有要靠這個拿諾瑞來講 所以OK 但是生物技術就是 主要我要求同學抓生物技術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亂講 至少有一些道理 但主要是他運作的法則 也有一個邏輯性 如果那個邏輯性夠的話 其實設計是可以做的 我們並不是要去生物的創新的見解 然後生物技術了解之後 生物總是有些行為 比如說這是一個蛇 它裡面有特殊的韌帶 讓它的嘴巴可以張開 比它自己的直徑還要大的長度 然後吞噬一個比它體積還大的動物 然後這是那位同學研究這個 蛇就是剛才講的韌帶的關節 然後它有一個特殊的彈性 一個可以鬆開的這個距離 所以它把這樣的一個關節 複製個十來個 然後把這些關節全部都兜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 那時候的開合的一個臨時性結構 不過這時候的製作過程就是 必須靜態的拍一張照片 然後再事後用這個後製的軟體 Renier或是Morning Maker 把它再變成一個 好像會指動的這樣的構造體 然後剛才有提到生物觀察 有一些特殊的方法觀察 那這邊同學也被要求 用這樣的方式去觀察故事 然後現在就稍微介紹一下 所謂的關鍵詞的一個 把一個動態過程 怎麼透過一個簡短的局部 把它兜出一個動態的過程 比如說這個同學研究的是珊瑚的成型 珊瑚聚齊的一個成型的一個動態過程 然後他取的關鍵詞就是 媒介共構、蔓延跟唾液 那媒介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珊瑚蟲透過海流的媒介 找到一個適合的一個基礎 所以珊瑚其實是珊瑚蟲製造出來的 可是珊瑚要成型 珊瑚蟲要海流的漂移 找到一個適當的地點 然後在那邊落地深耕 然後珊瑚蟲其實必須有一個共生藻 珊瑚蟲不能獨立生存 他必須有一個共生藻 跟他共構 共構出一個生活環境 珊瑚蟲的吃喝拉搭碎 共生藻有用 共生藻的光合生活 提供一些點員給珊瑚蟲 大概是這樣一個共構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其他的一些生物啊 無脊椎的動物啊 也許就跑到珊瑚這邊 一起有一個生活圈嘛 躲避一些比較大的魚類 然後呢 但是這個珊瑚蟲 他有壽命的一個長短 所以他死去的時候 就被埋藏在其他還活著 繼續在分泌碳酸鈣的珊瑚蟲 就被埋在裡面 就被留下來 珊瑚蟲的這個骨骼就被留下來 所以這位同學透過 你看透過幾個片段的關鍵字 他大概把一個珊瑚 能夠從珊瑚蟲大概變成一群 然後有其他珊瑚蟲會過來 然後最後會留下他自己的屍體 這樣的一個階段 他大概勾勒出這樣的一個 他觀察事情的一個方式 一個重點 然後呢 他就必須在都市裡面 找到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架構的一個寓座 譬如說在04-05年的時候 那時候王熙明還是小趴 所以他還是要跑滑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去西門町 然後他透過這個簽唱會的媒介 飄移到 找到西門町一個適當地點 就能定下來 對不對 然後熙明他就是找到廣場 跟那個紅樓 跟一些捷運斋 共過出一個場域出來 那個廣場 那這時候呢 有時候有的歌迷會就去了 但是有時候路過的人 如果看他好熱鬧 或者是有在發一些飲料 或我們發一些什麼東西 路過的人就站在那邊看一下 所以把一些沒有相關的東西也留下來 然後最後呢 王熙明就是海報上簽名 簽名 拉起這個跟歌迷之間的關係啊 向心力啊 然後整個散場之後 這個海報留在歌迷手上 所以他透過剛才珊瑚蟲的這樣的一個觀察 然後在都市裡面去找到 都市裡面可能也有類似的運作 找一個適當的地方 臨時的去啊 構築在那裡 把一些不相關的拉進來 然後流向這些東西 他大概用這樣的方式去把 動態的都市裡面的過程找到 那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來研究的是這個 Venus Trap 補充草 補充草 然後補充草裡面是透過抑壓的控制 做頁面的開合 然後混濕昆蟲 那這是 04年 周衛森做的其中的動畫 04年 然後是1年了 所以 不要太特選擇了 那時候他用的是3-Max 所以 抑壓 抑壓控制他的 某一個單元的一些開合 然後這些抑壓的開合的單元 如果被組織起來的時候 他可以變成一個Cube 然後這個Cube 可以變大他自己的體積 然後這個體積的大小呢 那到底能夠做什麼 那種動畫呢 你需要同學去找 所以這位寶學人 想到的就是 這個 有這種游動石的側組 可以運送的時候收起來 然後移到某個地方 然後開展出來 所以可能在大安森林公園 或者是剛才心理念的 前叉二的時候 可能不用了 他會曲型 但是比較直的一個點 透過不動的組合方式 他會變成一個 曲面 變成一個波浪的形狀 那時候這位總統也是大死 現在在一步變數 那也許把克萊帶來倫敦的街頭 然後跟這個逛街的群眾有一些不動的關係 然後不同的組織方式也許可以變成一種地形的再造 然後地形的再造也許可以變成某一個牽插會的一個遮目 就是他利用這個五種草的頁面控制的發展出一個單元 然後透過不同組織方式去找出不同的射精的方向 射精的接口 那是其中 那期末的時候他所找的記憶是在光華商場 那光華商場那時候光華橋剛拆不久 然後某一些城市的變化 一些隨著成長過程會有一些記憶 對於某些人來講 那個城市的某一個曾經存在的東西是有一個歷史情懷 所以他想要利用他這樣的一個古種草的活動機制做一個橋面 然後這個橋面可以隨著市政府規劃的需求 有時候平常日他恢復光華橋拆掉之後 交通的這個便利 然後把這個整個地面層還給市民 然後因為那時候市民大道他火車地下化 那就沒有鐵路了 沒有鐵路就不太需要這個高架 立體的這個交叉系統 那這個交叉系統其實會造成某一個 地面層的一種都市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對於舊市政府委員 他把它拆掉是一種正面的回給這個市民 但是他有某種記憶 所以他是提中了一種兩圈 不是 他是兩圈欺美的方式 就是讓它彈性一點 所以平常時候是關起來的 然後假熱的時候打開 把這個有工具他也想把它打開 有工具的藍帶跟旁邊的綠帶 所有工具的假熱的開放空間的連結 但是當然這個假熱的連結這個綠色的廣場 現在這個東海在上面蓋他的那個販賣的市場 所以這是在04年的時候他期末的一個提案 從這個生物的機制 都市的觀察 都市 prototype 還有一個基地 這整個事情連在一起 做一個重新的都市的統合 接下來就是各個跟東海大事的有關 其實這邊就是在做一個 growth and form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個形態的成長啊 那形態的意義 那這次各位學姐曾子曼 我不知道 有認識嗎 就是曾子曼同學所做的一個作品 那那個 當然 同學被要求用生物機制 那這個 同學觀察就是這個 黴菌 他在被一些其他的病菌攻擊的時候 有一種傳染的過程 然後這傳染的過程可能 這個黴菌粉絲又給他一些不同的訊息 導致他那個傳染的速度有些快慢會被調整 他大概就研究這個傳染速度的被調整的過程 然後在右手邊就是用Grace Hubber Grace Hubber 把剛才那個傳染的那個速度的快慢 做不同程度的調整 那那個傳染的速度就會導致那個細胞本身的變形 所以他就用Grace Hubber把這個東西 把剛才那個動態的過程把它畫出來 然後用參數調整讓它變形 所以呢 他就會有左手邊 他就用Grace Hubber 弄出了一套 coding 然後這個coding參數的調整 就會讓那個傳染的速率做一些調整 這時候你就不一定要按照 這時候我就說同學你就開始要去做便習 你可以做不同程度的想像 當然你沒有想像單純在參數做調整 也是一種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如果有一些想像力當然配合當然是更好 但是即便就是參數調整 他就會把原本那個傳染力的過程 就做不同程度 你會看到從上到下幾種傳染過程 這傳染過程可能有了已經跟生物的運作已經沒有關係 不過不管 他其實就是一種變形過程 好 到這邊為止 生物觀察對象 有一個百科全數可以翻 有一個網站可以看 然後要畫他 Grace Hubber有manual可以看 然後看相不相對不對 總是有一個追求對象 所以雖然很痛苦 但是總是好像前面有個人可以帶著走 難題出現了 那你我就看說 那你已經會了 然後也會變形了 我們剛才講一個過程要登入 要登入一個功能 接下來就問題就出來了 那這要幹嘛 就是你畫了一堆造型 他變來變形 一堆形狀會變成東西在你面前 那時候狼也不知道他會變成金魚 那形狀變他也不知道變成金魚 那你做設計 你畫了那麼多形狀 那你的周邊都攤開一堆圖形 一堆變形 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就問題出現了 可是我們不能等兩億年之後再揭曉答案 所以我們總是要想 所以就說 那就彈開來 我就說那你現在做的就是 那時候就老師很累 七個學生八個學生 那一天都每個學生都在想要 你要幹嘛算命 這個問題 就很累 剛好這個就是曲率變化 他的造型表面是曲率變化 他左邊跟右邊曲率會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我就 那就討論 也許可以從白努力定義來想一下 那白努力定義就是他那個 上下兩關曲率不一樣 當風或空氣經過的時候 他的側向壓力會因為這樣的調整 所以他就把白努力定義好好研究一下 然後看這兩個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然後就抓到一點嘛 年紀差不多了 抓到一個對象 他的經濟創造 所以想好好把白努力做下去 所以這個白努力就是 他就想說在這個 這個擁擠的都市裡面 有時候我們通風效果不是特別的好 有些防火箱會像 可能前面的馬路會有點風 但是防火箱可能沒有對流 所以裡面的通風效果不是特別好 然後就想說這樣一個方法就是說 那有沒有透過我去前面做一系列這些 隔板有沒有隔照 然後這些裡面的造型其實是有些 曲率的一些變化 讓通過的風 讓這個通過風裡面產生側向壓力的差異性 讓風稍微往那個 比較沒有風的那種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去兜一個像現在都市的一個困局 然後把剛才研究 一個黴菌被傳染的造型變化 變成他製造這個隔板系統的一個來源 所以他就做了一系列的 這樣的一個前面的一些遮罩 或者是隔板 然後裝在某些例面的前面 或者一些項目的前端 那當然他最後的結論是這樣 那也許問題會說 也會討論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真的有用嗎 可是我們沒辦法提出證據 因為所有一個產品出來 他必須有實驗啊 有一些不同的單位參與 那我想這個設計 暫時不論它到底可不可以work 對我來講 那一個學習 跟同學這樣的一個運作的過程 我覺得有意義的價值在於說 同學確實參與了一個生物的觀察 透過一些方式 把他了解生物的機制怎麼去運作 然後歸查他們本來不會 然後也會了 然後把他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要想說他要怎麼用 然後就想一個技能用 然後最後把他安置在一個都市的文藝裡面 然後讓他至少有 卻浮力到56%甚至70% 那我覺得整個過程 他有亂過一遍之後 那個思路有被打開的話 我相信未來在他有另外一個機會 能夠做得更深入 有更多的專家一起配合的時候 也許他能夠導引出一個更好的設計 那對於我來講 那一個學期 四個月或三個多月 四個月的上一個練習 其實還算是蠻成功的 另外就是另外一個topic 就是一個微型生態系 就是剛才提到 就是可動式的構造 或者是都市的觀察 或者是一個形態的發展 那慢慢我有一關就是一個微型的生態系 就是你怎麼去變成一個生態系的觀念 你的設計型是一個生態系的觀念 那這是我在原製所做的練習 那原製的系是藝術與設計學系 他不是建築系 所以他的很多的訓練沒有那麼的複雜 他們操作的東西 也許在這個傢俱的尺度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比較小的尺度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也是可以把這些比較crazy的idea都練習 比如說我那時候就請同學去IKEA買一個家去 然後就把IKEA當成一個地球 把IKEA當成一個環境 那同學也有研究他的生物對象 生物去治好 然後做生物的原型 然後把生物的原型 每一個人都做出來一個 然後把這個IKEA的家具 當成一個地球 當成一個環境 每一個生物都必須寄居在上面 然後那生物 自己的生物 要跟別人的生物 要競爭或合作 然後自己的生物 也要跟地球產生一個關係 然後最後 這個家具還要變成一個人可以使用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多方協調 共生共構或有進竹的這種方式 完成一個家具的設計 所以每一位同學 就把自己的一個藍色橘子 或者是這個三角形 都必須攻在這個地球 然後做一些不同程度的活動 比如說藍色的那個是研究的是海星 海星有它的骨骼系統 所以藍色的那個圖形 就是它研究的骨骼系統 做到它變形 現在能做一個延伸的作用 然後不同的同學 對不起 研究不同的東西 然後有些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運作 然後繼續在這樣的一個家具上面 所以有的變成一個小的書桌 有的變成延伸的櫃子 有的變成延伸的這個座椅 我這位這些是大山同學做的 可能 我講得很高興 但他們也很掙扎的在預作 不過它最後還是拍出來 也許還是有很多 不是講解的那麼清楚 它到底功能跟造型的來源 不過確實同學也相當配合 我們上一個理論的設計的一個價格 好 接下來 終於進入到第三階段 這個寶箱維生器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這是我們做的這段的一本書 把當時在原製大山的一個 維持一年的這樣的一個設計內容 把它記錄出來 那我們在做這個書的時候 其實在平面設計上面 也希望它稍微的用功一下 所以它的目錄 我們就用演化術的一個觀念去做 所以它的頁面 其實就像整個書本的設計的價格 就像演化書一樣 讓它發展出來 然後在下段的時候 這是同學所挑選的生物的對象 然後生物的對象 研究完之後 他必須要做生物的Prototype 做出來 那做出來要做變形 所以變形之後 從三隻變成九隻 那九隻之後再重新remix 所以研究蛇有三位同學 三位同學變成三隻不同的怪獸 可是蛇就不要再跟蛇 就跟海星或跟其他的做重新remix 然後變成一個微型生態系 最後九隻在一起完成一個整個生態系的圓形圈 它大概是一種類似 像是一種installation 像是一種裝置 但是它其實本身也是一個觀念 比如說剛才講的設計的一個想法 它其實有這個設計的觀念在裡面 只是它現在用一種類似仿生的生物的一個機械類的方式 呈現在這個作品裡面 但其實 比如說 我也有一個想法 比如說大家都做成家區 所以九隻家區就可以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一種空間的設計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也會有九 或是你可以變成九棟建築物 九棟建築物自己的相互關係 成一個微型的生態系 然後再做一個故事裡面一個再造 所以這樣的觀念在目前是一種裝置 但是其實你只要活用它 它可以變成一種尺度上做不同的事情 好 這是第一部分 就是一個生物的observation 我今天講的比較認真 有效 我剛講的很多很詳細 我再別想 沒有講的很詳細 我剛這裡又加料再加料 他們講的 講的真的很清楚 很清楚 真的是 真的 別學會我講的也很認真 不要上網 不要上網 OK 所以這個 喔 這是蛇 所以開始就是要找這個雞翅的觀察 所以剛才提到那個生物雞翅 有這個蛇的S型啊 不同地面的這些東西 剛才有提到的 OK 然後同學研究這個生物雞翅之後 他必須做一些分析圖 蛇的那個運作裡面 其實有可能是一些 熱臂肌啊 跟負臂肌的一些協調 然後導致他一些扭動的方式 然後做不同的地質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有些紗 有些不同的摩擦鏈 他做一些不同的爬行動作 然後接下來你都 透過剛才的片段式的部分 然後整體觀察之後 你必須完成一個Prototype的設計 所以可以看到走上角 熱臂肌、負臂肌 所以剛開始的模型好簡單 就是兩個東西 然後有相機綁著 透過兩個東西 相機綁著這些彈性的拉力 讓上面跟下面做不同程度的扣動作 然後完成他的發行 可是慢慢發展下來之後 他也許改變了他的負臂肌的控制方式 改變他的負臂肌的方式 然後也要加入Sensor 加入馬達 最後完成了一個像Fuilt 這樣的一個裝置 然後裡面有一些不同的晶片 馬達 讓他能夠完成蛇的一個移動的方式 然後這發展過程 你可以看到他裝馬達 或裝一些關節的時候 他必須還是會有一些細部的發展 然後剛才提到的生物機制的描寫 有一些生物機制 還有不同的爬行的方式 可是你剛開始宣言有記錄到 你最後做出的Prototype 要表演出來 你不能前面講的 講的天花亂墜 最後Prototype做出來 不會動 或只有直線動 或者是只能不行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改變 然後完成那個爬行的示範 然後Prototype也完成了 這時候就要做Mutation 然後這時候 因為原資大學在大三 然後又要學劉雲的這樣的東西 然後又做雷切 做這些東西 所以他在Prototype上面 稍微弱了點 那這時候我如果突變 用東海那種方式 調參數就變形的話 可能再說 這時候被這個原資大學 也太過於殘遠了 他已經要變 你知道我下一個就要看他 九個不一樣的造型 那種人 這個講不出來 我只能說 變形上面還是要找一些 因為如果我們沒辦法 那麼科奇 就low-tech 然後在想法上面是前衛 所以在low-tech上面想法前衛 我覺得也是設計了一個 一種氣質 這個完全是科技 有時候是很科技 但是其實有的科技是沒有氣質的 那我們要做到low-tech但是有氣質 然後就是說 那你要突變 那他還是要做突變 你可能就擺著 你可能就不管他啊 所以你要去研究你的蛇的爬行 你在哪一個環節上面 你希望讓他做一些改變 那這位同學就是他在翻轉的那些行為上面 我希望做一些突變 所以他就研究原本 他原本 prototype 的一些翻轉 那些轉 原本是怎麼轉的 然後他再去開發一種新的轉法 然後完成他的mutation 然後這位同學也是做蛇的 他的選擇mutation的誤會是那個joint 蛇可能會有很多joint 他在找一種joint的一種 去把joint做一些改變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左下角 那個joint的改變的時候 他的連接方式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那連接方式改變之後 他的爬行可能就會跟原本的蛇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微生系的 微生生態系的觀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來自於蛇的 來自於這個蚯蚓的 來自於這個海星的 他們三隻小怪獸要彼此要在一起對話 或者跟環境產生一些關係 那這時候因為同學做完mutation 但是 可是跟其他生物到底要發生什麼關係呢 所以有時候需要一些narrative 要一些敘述 要一些編一些故事 讓故事的情節再進一步深化 他原本的這個造型的 或者是功能的研究 比如說在這樣的一個生態系裡面 上端 在上面的這個機械呢 他原本是做這個海星的 所以這個海星可能會有一些 開展的一些骨骼 然後他就假設他自己是在這個 微型生態系裡面 扮演一個主要光源的一個角色 這個主要光源的角色 他可能會有一些周情性的光線 或者是間歇性的光線 然後造色這整個環境 這是他定了他自己的角色 所以因為這樣的角色 他開始要把sensor的控制 跟LED要把它擺進去 要讓他的造型的控制 開展 能夠變成光線的改變 這必須有角色的功能 然後另外這個 右下角的黑色 這個是原本研究蛇 然後他就 因為有些是假設是光線 他就把它假設自己是 一種區光的一種生物 所以會追於這些光線 但是因為這個主要光線 它是間歇性 有時候是周情性 有時候是照的地方 跟沒有照得到 沒有照到光線的地方 所以這隻黑色的小生物 在沒有照到光線的地方 就會可能會失落 所以導致第三位同學 他就說 那我雖然沒辦法 向主要光源發出這麼強烈的光 但是我會發出微弱的光 所以他的生存空間 就在於那些主要光源造色不到 或者是沒有掃過的地方 的一些黑暗空間 發出微弱的光線 讓我這隻黑色的小生物 還能夠沒有主要光源的時候 還能夠有些追逐的對象 然後這個黑色的小生物 他自己自主比較充裕 但是這個能夠發出微弱光線的小生物 就是當黑色跑過來的時候 他在他尾巴在寄身上去 抓住他的尾巴 然後跟他產生一種 微型的一個共構的關係 提供一個微小的光源 讓他整個共構 所以這些關係就是 我出題目說 同學必須在他的自己的造型上面 有些功能上面 配合一些故事性 然後都出這樣的一個生態性 另外一組有一些不一樣的角色 比如說這個角色裡面 其實在強調一種邊緣 在一個生態性裡面 會有一些邊緣的改變 這些邊緣可能是來自於 生物的一些強弱關係 所以導致邊緣被改變 比如說紅色內之獅 在這個微型生態性裡面 是整個食物鏈的一個少女 他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他遇到誰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他總是有缺陷 他就是怕光 所以右下角的這位同學 他不能發出光源 但是他會反射光源 所以主要光源來的時候 他會反射這個光源 讓這個惡霸的這個紅色生物 因為反射的光源 就有那種程度的調節 就不太敢靠近 所以或者是改變他的路徑 然後這個 左下方這個三隻腳的這位同學 他的腳能夠移動 所以去躲那個紅色的怪物 所以透過這些不同的情節的設計 讓這個整個微型生態系裡面 紅色的這一個怪物的這個路徑 會因為這些不同的生物的跟他互動 他的路徑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他遷徙的過程 或者他移動的路徑 會被其他生物控制 雖然他是最上流的 但是其實也被其他生物所控制 然後在這第三個 這個微型生態系裡面 就是主要上面有一個怪獸在吃東西 然後有另外一隻 比較吃藥的怪獸 然後他撿他吃剩下的東西 所以同學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微型生態系裡面 去編鑽一些故事信 讓這些故事能夠兜住一個情節 最後再把九字交流統合在一起 這邊就不再細數他的詳細內容 好 那我們就來看 我們有拍個影片 就是把剛才這些故事信把它交代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 不是一張一張照片拍出來 然後再剪輯 這就是真的讓他們動 就是攝影機架子 然後再拍 我想對於我個人而言 他其實是有一個進步 因為我有一個 是在做一種生物模仿 然後這個生物模仿 透過一個晶片的 或者是一些控制 要這個模型能夠自己動 不用再去手動長久 那你必須透過寫程式去規定他的行為 所以你規定他的行為 也一個人工智慧 讓這個生物能夠 機械有他機械的一個自己的運動 一個模式 你已經是在做什麼 是有一個事 跟極力的一個晶片 那你應該要注意到這個生物 就是玩樂 你應該要注意到這個生物 從那就可以 還有這個人 我現在是推動 你是有一個反對 然後你應該要注意到這個生物 三隻腳 三隻腳都要在那邊 滑舌就要這樣直接 把位置有多久的彈 主要的動物 我們雖然呢 已經做了這些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 最後的比賽之後 才發展 其實要把一些故事性 用一些字幕來做的 剛開始看起來蠻好玩的 不看久也蠻尷尬 可是 應該還是要加強一些故事敘述 這樣子 大家比較有一個介面的 不要太尷尬 我剛才提到 它雖然現在是一種 裝置啊 比較具象的描述一個 好像真的有一些生物在跑來跑去 其實這是一種觀念 這個模型 它其實不管是家具設計 或者是這個故事設計 或者是一個建築 或者是未來的某種空間 我覺得 它都是某種基礎的一個想像力的基石 可以去 對不同的 會 就不能成功 想像 想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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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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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我們除了影片 製作Facebook的粉絲頁之外 我們還有做一個網站 其實這個 同學如果 如果沒有 如果同學沒有買書的話 其實OK 這個其實本身 買書的話 比較詳細 至少我剛才的理論 書裡面有講的比較清楚 那這個沒有買書的話 這個網站其實也有把 一些架構 架構的 有些比較惡要的說明 你可以看到 整個網站的目錄 或者一些 其實一些點選 都有一些說明性出來 圓形簡單二要說明一下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造型 都有稍微說明 所以網站同學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在網站上面 找到一些訊息 好 我想我們今天 真的回到我校 我真的是 使盡全部的 就把它很詳細的 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一下 那謝謝大家 這次給我一個機會 在這邊 做一些分享 好謝謝大家 謝謝